大家好 我是暴力 我们现在身处在中正区的东门市场 因为上次还没跟大家在CREATE圖上做了一个投票 很多的观众都投了东门市场 所以现在暴力快来找数了 因为上几集的街泊收市都不一样 看来你们的小伙子都不喜欢看这些重文化气息的东西 看暴力街泊应该都是想看相机 所以有见及此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个主题性的拍摄 就不是说要和大家介绍东门市场有什么好吃 有什么好鸣意 是和大家看看 到底是2022年的时候 你应该买Leica Q还是Leica Q2 哪一部可趣一点 两部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暴力又觉得哪一部值得买 今集就和大家探討一下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多分享 立即拍照 看相前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和暴暴力跟着我旁边的小铃铛 多谢大家 我们现在就在东门市场的 黄妈妈米粉汤 我们这条行有两间专利食米粉汤 一个是罗妈妈 一个是黄妈妈 上网看人们说 罗妈妈是比较重口味的 黄妈妈是淡口味的 因为我和Mandy都没吃早餐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要来吃 黄妈妈 咸口味点 头这几张照片 我都有用Q和Q2去拍 给大家看一下 有点分别的 然后这张照片和下张照片 我都是用他们两部机的 微距镜头去拍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的分别 Leica Q和Q2 他们的镜头都一样是使用 28mm和F1.7的光圈镜头 可以见到在一个广角端的情况之下 涵盖的信息量是更加多的 比起我以往所习惯使用 可能是50mm的焦段 它其实是会比较难操控一点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以前第一开始做街拍的 那部细相机 XF10的话 其实它都是28mm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28mm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顺手的焦段 接下来这四张照片 我特意用Q和Q2 在同一个角度 分别拍了两张照片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其实两者在画质上的分别 不是十分之大 但是Q2的dynamic range 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用28mm 来进行街拍的 因为它可以涵盖的信息量非常之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除了可以拍到主体之外 也可以拍到它们周围的物件 可以告诉你这个人物 其实它的工作是什么 或者它的特质是什么 这件事真的是广角镜头 才可以做到的东西 接下来的这两张照片 虽然我是用同一部相机 但是我就用一个不同的距离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所拍摄出来的讯息 是会有些不同的 广角的话 是可以拍到多一点的辉春 你可以看到多一点的讯息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张多一点 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次这个街拍有点可惜 因为我和Mandy来到的时候 都已经是12点多了 食华早餐都点几钟了 所以有很多店铺都已经休息了 所以可以拍的东西 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 但是相反地 因为有很多店铺都已经是闪门 熄热灯 所以环境都挺暗的 就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全开1.7光圈的情况之下 这一部的Leica Q和Q2 那个质素到底是怎样 其实Leica Q和Q2 外形上真的大同小异 我只不过是加了皮套 所以整个手感下面会长一点 所以对于我的手比较大的话 是会拿得舒服一点的 其实它整体和Leica Q2 是一模一样 因为人们这么确实 你看到如果我没有加皮套的话 其实下面这两只手指 会有点不知怎样放置 会有点累的 这部是会舒服很多的 另外一件事 最大最大在外形上 外观上 Q和Q2的分别就是 Leica Q2 如果它换电的方式 好像以前换飞腩 要下面拍开它 跟Q的传统那些送炮相机 拉开的盖子 换电是很不一样的 它的电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拍开它 它不会整个电池移出来 即使你这样拉 或是移动它 它也不会跌出来 你一定要轻轻按一下 它才拿出来 它就是以防你换电的时候 不小心一刻 整个电池飞了出街 它是有一个安全的套 你要按一下才能彈出来 这些真是德国佬的 真是不得了 如果你没有电的话 它就会穿个洞 就好像以前 飞腩相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 是挺有型的 说真的 挺帥仔的 设计挺好的 而SD卡的套就在这里 在这里 就跟平时以前的 在电池槽里面的设计 在电池槽里面的设计 就很大分别了 我是挺喜欢现在 Linecar 2 新的这个设计 你在电池槽里面的设计 在电池槽里面的设计 有很大的優勢 第一就是它的開關 其實一拍就已經可以開到 但Q是有兩段式的開關設計 即是它 Off 下一個是 S 下一個是 C 它將 AF S 和 AFC 設定在開關上 對於我這些不喜歡用 AFC 人來說 你每次開關的時候要就著那一段 去到中間那一格 不可以一拍拍到底就立即可以用 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我不知是否有很多的用家都有反應這個問題 所以去到 Leica Q 2 它就改回這個設計 就是如果你要用 AFC 或者 AFS 的話 在 menu 這裡做設定 你可以選 AFC 或者 AFS 我覺得這點是人性一點 因為如果你在開關的時候 你一拿出來立即開拍照 Leica Q是差一點的 即是你要就著開關去到多少段去開 我覺得這點是差一點的 所以在操控上我覺得 Q 2 是好過 Q 的 還有最主要就是大家看到 剛剛 menu 那裏 全部都可以用 touch 去控制 Q 是你要設定某個位置才可以 touch 它就沒有 Q 2 的 menu 那麼新 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現在新一代的數碼相機的那種操控方式 所以單單是說整部機的操控來講 我覺得 Q 2 是略勝一籌 在我們拍攝街拍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盡可能利用多些不同的前景 去協助你的舊圖 就像接下來這兩張照片一樣 我就用了一個格仔的鐵網 去做前景 框住了我的主體一個在說飛心的伯伯 我覺得畫面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在利用前景的同時 其實我們都可以多多利用一些會反射的東西 就好像這些鏡面的亮面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利用它去reflect一些你想拍攝的主體 街拍除了有時要收拾音樂之外 其實我覺得等待也非常重要 就像現在這張照片一樣 我拍完之後我就覺得其實真的差一個人 然後我就在那裡等 終於都被我等到這個 拿著一把傘進來的這個叔叔 我覺得有這個人走進來 這張照片才是完整的 所以有時等待真的很重要 大家看看我們拍攝當日真的落狗屎 所以真的不看也過來看看 不看也要進來留個言 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沒有贊助去做的 哎呀真的用心的 把心出來給大家看 整天去街市拍照 其實都會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檔口老闆 看到他們去到這樣的年紀 都還繼續努力去工作 我就會反觀問一下自己 喂大哥 經常在想什麼時候才可以退休啊 什麼時候才可以不用做啊 是不是有一點開玩笑了一點 好少了 最大的分別 今天這個天氣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Q2是有防塵防水滴的 但是Q是沒有的 所以在這些下雨的天氣 如果你說拿著Q2 淋一淋雨都沒有那麼相干的 但是如果是Q的話 就收起來好一點 就收起來了 說明了 就有些人 所以我們要幫你 選擇 Q3 也會說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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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會說 你就會說 你會說 你會說 今天快閃東門市場已經差不多了 最後想跟大家做總結 你問我2022年了,到底我會建議大家買Leica Q還是Leica Q2 老實的,真是看錢做人 如果你的預算是多的話,當然你會買一部新的機器 但如果你跟布里一樣,是個窮屍的話 需要有多方面的考量,當然預算一定是大家最大的考量 如果你說沒有預算考量,你不用買二手 或者你已經直接會買一部Q2 但如果你說性價比來說 我覺得Leica Q時至今時今日 雖然它是2015年推出的機器 它依然是一部非常好用的機器 因為第一,它的自動對焦都是很快和很準 你說它像素方面是沒錯 跟Leica Q2的確是有分別 Leica Q2是4700萬像 而Leica Q2是2400左右 是差一半有多 在這個像素來說,是否真的需要輸出到4700萬像素那麼大呢 我覺得不一定 但當這個像素在材質的空間上會比較大 但對於我來說,我是比較少需要材質那麼大的空間 但如果你是很養賴,Leica Q 它本身這個系列有一個是數碼變焦的功能 即是按一按就變35,按一按就變50 Leica Q2你可以按一按就75 用這個功能的話,你買Leica Q2就會好一點 因為它的像素大一點,你材質的空間大一點 但你說不是的 像我那時候用Leica Q 我一樣可以在油麻地拍到一張白白的夜景的照片 因為我可以輸出到A2尺寸這麼大 都是很清楚,很漂亮,很鮮明的話 其實Leica Q真的很划算 現在價錢,二手來說 Leica Q2仍然是15000、16000、18000都會看到 Depends on你的Condition 而 Leica Q2仍然是要30,000左右 即是它的價錢都很堅持 所以它們兩個的價錢是可以差近一半 在一半的價錢裡面,你要犧牲的就是 像素問題,以及它的Dynamic Range 其實也很明顯是比Leica Q2好 在畫面上來說 而且在比較暗的環境 我覺得Leica Q2的表現是好一點 當然,整體的操控等等 我覺得Leica Q和Leica Q2的分別的確不是太大 所以在價錢差一半的時候來說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一個取捨 你問我去到2022年 就算我有30,000元預算也好 我會不會買Q2呢? 我未必會買的 我會寧願買Leica Q的 可能你人生第一部Leica 或者你人生第一部Leica的數碼相機 你可以用不用2萬元 或者萬充點元你買得到 起碼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我可以在用有限的預算 我買到一部這麼好的相機 全開1.7光圈都是不得了的情況之下 的一部這麼好的相機 我覺得1萬多元是值得的 但你說要給3萬元買又可以嗎? 這個就大家考量了 但你問暴力的話 我會選擇1萬5元 1萬6元買Leica Q rather than買一部3萬元的Q2 好了,我們今集快閃東門市場之旅就完結了 多謝大家在CREATO上去到投票分享 大家也要記住有機會再多支持CREATO這個香港公司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知道這部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我旁邊的小鈴鐺 步步你這樣按去 並且把通知收入全部 我心想發佈 你少第一時間知道的 信心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上面都有很多街發照 我會透過instagram 可能現在是views的方式 或者是出post 或者是story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 好,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